今天早上微信朋友堂堂给我留言,熊苗老师,我妈妈血糖糕,可以吃鸡蛋吗?早上吃还是什么时候吃比较好? 我给她的回复,堂堂你好,你妈妈每天早上吃一个鸡蛋很有必要,带壳水煮鸡蛋比肩和包蛋要健康,糖尿病人也很需要优质蛋白质,理由如下,蛋白质是机体修复,更新所不可缺少的营养素,也是体内各种酶和某些激素的原料,如胰岛素就是由蛋白质组成的。 蛋白质还可通过葡萄糖一生作用转化为糖,也是一种能产生热能的营养素,蛋白质与生命的关系十分密切,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素,若长期供应不足,可能导致消瘦,贫血,对传染病的抵抗力降低,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。 蛋白质的需要因人而异,因病情而异,特别需要人群,儿童,孕妇,哺乳妻妻妇女需要量多,有肺结核等消耗性疾病者,比无消耗性疾病者需要量更多,有肝肾功能衰竭者需要量少些。 一般情况下,糖尿病患者的蛋白质需要量与正常人近似,为每日每千克理想体重1克,若病情控制不好,或销售者应适当增加至每日每千克理想体重1.2到1.5克,儿童患者的蛋白质需要量可按每千克体重2到3克攻击。 认身5个月后和哺乳妻妻患者,每日比健康成人多需要蛋白质15到25克,具体优质蛋白质从食物中获取应该是这样的。 熊苗营养师建议,一天可以吃一个鸡蛋,两两瘦肉,一杯牛奶,245毫升,已经很好了。 熊苗营养师建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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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